领冬降临 今天晚上观众朋友 我没有告诉大家 这个时间点越来越冷 喜马拉雅山巅 龙巷热战才要开始 中印边境居然再度上演了 狼牙棒的战争 超过300名解放军 居然失控地冲向印度军营 连印度的战机都升空警戒了 才说中国正在失去 世界工厂的地位 印度要取而代之 到底谁在领冬降临的这个时候 又对中印边境山英峰点轨火 要变成最大的获利者 事实上这一次在中印边境 再度爆发冲突的时候 其实第一时间 印度官方他们的宣称是 我告诉你 我们在这个达旺地区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 顾得好好 突然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他们指控这个所谓的中国方面 有300个左右的共军 就直接闯进去 你看看这段画面 乌鸦鸦的已经分不清楚 到底多少人可是占满了画面 这已经到了短冰相间 而且人很多 而且事实上因为中印边界 因为我们讲这种 像大陆地形的这个地方 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名词 叫做这个所谓的 实际的占领区 现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知道吗 其实之前中印之间 都有这个一个协议 在这边大家不可以开枪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狼牙棒又出现了 棍棒又出来你知道 感觉好像回到远古时期 但问题是双方居然都使用 这个所谓的棍棒互殴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你看中间那个巨马铁丝 有没有 整个已经被丢在地上了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印度方面是说 他们把共军后来把他赶出去了 而且讲说 我看我这边有几个人受伤 没错 但是共军被我俘虏了 而且还有更多人的受伤 结果大家讲说 你把人家抓过来说 我那些俘虏怎么办 他说没有 我们后来把这些人给放回去了 但是你知道吗 也有印度的所谓的军方 他们就私下出来就讲说 其实不是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这边也有一些 这个受伤的一个情况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重点是中印边境之间 很久一段时间 大家都觉得说 已经没有这个冲突了 就是你总是事出要有因吧 是 居然突然冒出了 300多个解放军 冲向印度这边 吓不吓死人了 但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 一个非常明确的迹象 是不是共军早在密谋酝酿了呢 居然早在爆发前几天 印度的战机 已经频频升空警戒了 而且这样的一个升空警戒 事实上在这一次的冲突里面 更让大家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冲突到底是 是只有这种所谓的单纯的 双方一言不合打响 因为300多个总要集结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印度在过去一段时间 已经把他的空军 调往这个所谓的中印边境 这一次看到这个所谓印度的 这个苏30 居然有升空警戒 而且按照现在讯息来讲 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甚至紧急升空2到3次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其实以这一次他们这个 苏30升空的这个状态 很多人发现到他们其实配备了 所谓叫做布拉莫斯飞带 这是什么样的一枚飞带 其实布拉莫斯在原先的 这个印度里面 它是属于陆基型的 陆基型其实老实讲 因为你必须要有发射真地 不然就是有发射车 你本来在发射的过程当中 还是为受限地形或什么的 可是当它变成空射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它的射程 虽然同样都是在300 400公里之后 但是因为我是在空中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你有沒有看到 这个布拉莫斯飞带 不能讲飞带 它根本就是导弹 因为它那个弹体的长度 跟飞机差不多了你知道吗 重点是因为它整个射程 达到大概400公里 而且它其实可以做到超音速 用2.8马赫的速度来飞行 我们用这个所谓空射型跟陆基型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因为我搭载在飞机上面 所以我的机动速度更快 再来就是我只要飞机能到的地方 我的射程就再往前增加400公里 所以我射程涵盖得更远 而且我初始的速度是飞机的速度 飞机的速度加上这个2.8马赫 快到你拦都拦不住 所以你如果要在这个拦截的时候 其实对于空射型来讲 其实本来就会增加拦截的难度 而且现在印度也讲说 其实他们对这个布拉莫斯飞带 也不断的要试图去做这个改良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当它离开机体的挂架之后 开始在发生 他们现在预期 希望把它改成射程到800公里 这个射程就变得更远了 印度要亮剑了 空中匕首 苏凯三十这一次戴上 是让全世界眼睛为之一亮 这是锚 印度也要築起它的盾 所以现在对于这个 所谓的印度来讲 它当然要应付的就是说 你有飞机 别人没飞机吗 有 当然有 你有导弹 人家没有飞机 人家多的 所以它其实在地面的时候 事实上它也必须 把它的防卫网给建立起来 现在印度方面讲说 他们其实已经成立了这个叫做 尤其建构出了 快速反应地对空的这个飞弹 但目前为止 因为它在军方里面 还没有正式的给它一个编装 所以到目前为止 它的整个的这个 包含它的型号或状态 其实不是很理解 但问题是印度新方 他现在讲说没有 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正式的 已经要让它进入到部队服役 为什么你知道 第一个它是用车载的方式 用八轮卡车来搭载 对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它说我最少就可以搭载 所谓的6G的这个垂直发射的装置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我的射程大概有在30公里 射高在这个所谓的1万公尺左右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你知道 我今天能够攔截的 已经不是所谓的进程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的射高够高 他今天强调的就是说 我的快速反应的意思是 我不是可能只要拦你的飞弹而已 你对于这个所谓战机或什么来人 你只要有本事感 侵入到我的领空里面 我是一定要把你给打下来的 我们居然在整个冲突的背后 看到了美国的身影 其实你看美国在这段时间亚太里面 他其实都提出一个名字叫印太 印太 印太战略 所以印度本来也是美国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极力的希望能够争取 有更多合作空间的一个国家 但现在看起来美国跟印度 其实就在中印边境 居然开始进行所谓的演习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就是2022美印部队的联合演习 而且他的演习的方式 这个项目其实非常特别你知道 因为他们居然就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他们就在演练的是从直升机上面 由这个所谓的作战部队 直接垂降进来 我们讲这个概念是什么你知道 什么时候你要用直升机去垂降 当然是为了快速反应 然后再来就是 我要渗透到敌方后面的时候 我要使用这所谓的激将的方式 你想想看美国为什么跟这个 印度要做这样的一个演练 当然引起很多的想像 第二个是在这一次演练里面 其实他也放了这个所谓的定向风筝 去干嘛你知道吗 去摧毁所谓的无人机 定向风筝可以摧毁无人机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如果是这样定向 也许风筝基本上它的动力的部分 不是像非常非常的大 无人机过去大家都觉得说 它是小型而且刁砖 而且很难被雷达侦测到 所以你美国到底传授了什么 黑科技去给这个印度 也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奇 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在这一次里面 居然是美国空降第11师 他们参与了这样一个活动 怎么了吗 空降第11师 它是什么单位 你知道空降第11师 你看画面上面所看 事实上它在1960年的时候 其实在美国来讲 是非常强的战力 但60年之后 事实上他们就被裁测掉 在最近一次在上新闻的时候 其实也就在不久之前 美国宣布要恢复 所谓的空降第11师的 这样一个编号 而且你知道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它擅长的并不只是在高空 进行这个所谓的跳伞突击而已 你知道在这一次 空降第11师的时候 被赋予了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绰号叫做什么你知道 叫做北极天使 因为他们被赋予的是 他要在极地气候下面 能够进行所谓的高跳 然后还能够最低跳 最重要是他进入地区之后 还能够立即的去进行作战 所以当我们前一阵子在讨论到 美俄抢进北极 是 这一支空降11师 就是美国手上最令人胆战的 那一笔匕首 但问题是你现在为什么 让他到印度那边去 因为很简单 冬天快到了 中印边界那个地方 其实你会看来到 他如果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 其实在高原地形的时候 有很多地方是会下雪 所以他是不是希望让这个 所谓的美国空降实施师 他能够在这边干嘛 你知道 先练兵 也就先我先让我的士兵 去适应这种所谓的 极地气候或这些的状况 那就代表是他不是一个子老虎 他是真正的要让他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投入到实战的训练 而且他释放一个 非常强大的讯息 告诉中国解放军 今天不要对印度 上下其手 不然随时我已经演练过了 我们已经随时可以持援 空降下来的就会是 空降实施师的匕首部队 说到了印度 你刚刚提到了印太的这个概念 现在看一看 刚刚在山之巅 那根本就是美中的延伸战场 印度一直都是美国在印度洋的 一个代理人的角色 而且其实印度在这几年的时候 不断去发展它的军事武力 还有它的国防力量 比如说印度在最近的时候 也表达说他们要试射 所谓的烈火舞 地对地的洲际弹道飞弹 事实上这个洲际弹道飞弹 被视之为说它整个的射程 将近有到5000公里左右 所以你看他这一次 把这个禁航区画起来 说是在孟加拉湾上空 4500公里的这个 全部都画为 叫做所谓的这个禁飞区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过去大家会觉得说 你今天这个能够号称达到5000公里 以印度的自我的能力来讲说 你有办法做得到吗 而且印度还说我这个烈火舞 我还可以携带1000公斤的这个核弹头 我不只做到了 我还可以带核弹头 所以外界有质疑说什么 你知道你后面是不是有 以色列在协助你 那以色列的那些军事力量 是从哪边来的 美国 不言可遇了 但问题来了你知道 从烈火舞这件事情 居然又延伸出 跟中国是有关的一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 因为中国其实过去 有一个远望5号的 这个所谓的海侧船 就我们讲这个研究测量船 之前它是停留在这个 所谓斯里兰卡 这个汉班托塔坎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其实当时 永望5号的时候 有一度被子儀讲说 你下面海侧船 你根本就是在侦测 你就是间谍船 你在那边搜集人家讯号 所以那时候你记不记得 还有新闻讲说这个永望5号 被人家要求说不能停泊或怎样 结果你知道吗 更特别的是 本来这个8月它远先停留在这 这段时间被认为说 它已经离港了 应该要回家 是 结果没有想到印度说 我要试射烈火舞的时候 这艘船一个掉头 转进又回到了 在那个相关的海域里面去了 一个运动又回来了 因为你练火舞要试射了 功课来了 圆望5号你给我回去 所以你看他完全没有要遮掩了 所以他到底你要海洋测量 你就测量完了 你都要离开了 干嘛突然掉头 难不能你东西掉到海里面去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 非常非常的特别 而且不只是在这里你知道吗 其实你说以美国来讲 美国也当然注意到 印度洋的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为了一个 很需要注意的一个海洋 所以你知道吗 之前 这个时候二亥二级的 这个西维吉尼亚号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潜舰 居然出现在这个 迪阿古加西亚岛的这个地方 而且说进行港口访问 这个是天下的大事 这个迪阿古加西亚 这个岛是二控了 整个海上生命线 最重要印度洋的这个节点 然后你派出的居然是号称 一舰可以灭一国的二亥二级 所以这个很怪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岛它本身 因为在这个所谓交通要道上面 已经很重要了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爱口 我只要比如说在这里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要经过这里通通的问题 那问题来了 你今天以这个额埃有级的 这个潜舰来讲 说真的 你不想让人家知道 也不会有人知道 而且你居然还故意浮上来 让人家知道我来到这里 你要释放什么讯息 所以我跟妳讲 其实通常有很多 第一个是什么你知道 第一个是告诉大家我来了 第二个是我来的时候 我是在告诉你讲说 你都不知道我来了 所以我故意就访问给你看 所以你看现在释放这个讯息的时候 很可怕的是 因为以额埃有来讲 它本身其实可以发射的 这个飞弹来讲 对于这个中国来讲 一定有很大的这个威吓 那结果说你看 你连侦测我都 你都侦测不到了 我们这样一个弹道飞弹的 一个潜舰 结果我现在莫名其妙 趴拉一声跑到这 我跟他吃定一件事 你共军一定没有掌握我的心中 不然我为什么这时候 要大啦啦告诉你说 我已经进到这里来了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郡相一起刮真相 这边查看 我们来查看 我们来查看 哦 和我们来看看 感谢观看